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全部都叫做A131点点点A133 这边两个月四季漏争也就是五岁 应该是放我刚刚那一个就好了两个月 两个月就是60天内的 那个其实根本就不用看 好来请把这一个刚刚已经做好的这一个 请点它复制 因为你这样就不用做 在逼竿第一季这边漏针复制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复制 请点它它这边八格点出来 然后接下来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请到这个地方 我们放在这里好了 贴上常用底下的贴上 不要同步 不要同步 因为刚刚那地方算的跟这边算的那个类型会不太一样 好一样米沟全选 然后未满一岁不要沟 我们来去看一下 RHEP11月24号它打了这一季 但是它的生日我也把它呈现出来 生日好点它 然后出生日期放到这个地方好了 然后请把出生日期改成出生日期2或是日期阶层 好你看一下这一个人 假设我只勾未满一岁 未满一岁 然后接下来我看这一个人 李圈为 李圈为 然后接下来 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133 会导致他这边是在算身份证字号 就会把这些人全部都算成是同一个人 这样了解 全部都把它加起来 计算计算那个次数了 然后李圈为这个人是不是10月27号出生 他确实大于60天 大于60天小于一岁之间 这个未满一岁 可以吗 就是你已经找不到那个 我把出生日期稍微排序一下 降密排序好了 你看2020年11月19 我的出生的小朋友有2021年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可是这边为什么最后一个出生日期是2020年11月19 因为我现在锁定他要大于60天小于一岁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请问大于60天小于一岁 卫斯大于一岁的一个人数 118位 这就是我们要追踪的名单 就是这些人 有听得懂 我现在我针对一岁前这个四季 有没有打这件事情 我只要追踪这些人 而且这些人都刚好是2020年出生的 我已经有点赌心 我只要注意到这个四季 我们要看这个四季 我只要注意到这个四季 就是这个四季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四季